我想强调的是 目前为止 中方已展现最大诚意和灵活性 双方在一些领域已取得重要进展 但由于欧方始终未积极回应 涉及中欧业界核心关切的问题 磋商还存在重大分析 中方已正式邀请欧方技术团队尽早来华 继续下一阶段面对面磋商 并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 正在等待欧方回复 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 中方正在研究提高进口大排量燃油车关税 等措施 将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后 慎重做出决定 中方正在研究提高进口大排量燃油车关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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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口大排量燃油车关税